这一番微型碎莲 这一个花苞也长出来了 底下的话又长出两个花苞来了 最先开的这一朵花 现在晒到太阳它也不开了 可能是已经开败了 现在就把它摘掉 如果不摘掉泡在水里的话 它容易臆烂这个地方 对水质不好 所以要及时给它摘掉 还有像这一种 这个叶子太多了 然后它盖在底下的话 也有点腐烂的一个迹象 可能是老叶子也给它摘掉 好长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鱼 哇这个鱼在这里一天 这个水怎么变得这么混沌了 哇有这么多鱼挂掉了 哎呀这些死了 这个还好是活着 赶快我现在就去把那个池塘的水给它注满 给它们换到这个大房间里去 可能这里的话 一个是水没有及时给它换 然后太挤了 这里 现在就去饭水 现在就去饭水 我把这个大桶里的水 进去吃这个鱼端进去吃这个蚊子的幼虫 这个泥鲲已经缓了两天了 可以把它放进去 自由自在地 成长吧 泥鳅应该会沾到泥里面去用 如果不沾到泥里面去 这个水 等下暴晒的确实有点烫 有一只在这个下面 靠着泥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个水池里面 已经放了一些水进去了 之前消毒的这个石灰 已经全部清洗掉了 这个水倒掉一些 那么放进大房子 再去把这个蒸养棒拿过来 蒸养棒已经放下去了 因为现在没有水草 所以放了点铜钱草下去 现在这个养鱼没有经验 刚买回来的小苗就死了很多 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的 可以留言指导一下我